你在那看電視嗎? 你還不在看 想唱歌又唱 如果沒有你 我都刷微博 來分享一下 Rosuo有什麼 Rosuo今天有燃燒把少年開播六周年 有看喔 沒有 我只看到了詞條 有粉絲安利我的專輯 然後還有什麼 最近那個什麼 窮啊啊 對今天有唱遊戲 但我其實不知道是什麼 是那個叫你關機 你不關機 對 你叉叉 讓你關機 你不關機 你叉叉 多久沒時間 得有個半點了吧 你看他已經不願意訓練了 不願意訓練了 不願意訓練了 We are breaking the boundary and just fear to dread It's me reading the sight and treat them crazy like me in this way I fight for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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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鼻子動了 他用鼻子聽音樂 刚才因为你有分享你的这个歌词本 我帮你平时写歌是哪文字还是什么用 其实大部分的还是用手机 因为比较方便 比如说我在飞机上什么的都会 就是想到什么我就一定会记录 然后这些就是几乎所有看到的全都是 我记录下来的歌词 就比如说这一首歌我写了歌词但我没有写曲 然后就忘了把当时写的 这个歌词本它很有年代感 它是19年的本 多么的非主流我的天哪 哇唧唧哇罩了 你知道怎么吗 这个是我之前的创作也实在太无聊了 然后在那边乱滑 这都是啥 你能要不要看我的内容 这也是一些歌词 对然后你看滑了乱七八糟的 有的我觉得不行的我就直接把它滑掉了 大部分都没有曝光吗 还基本的完全没有包包 完全没有 反正都是写的 但是一般这里面几乎没有歌被我弄到 就是以前那会在创造影的时候写歌没有手机 只能拿本子记录嘛 然后就一直就每天没什么事的时候就写 那会都是练习所以都很不成熟 所以我没有用来 就没有发出来 对但我没有把这个本子丢掉 因为我觉得它是我创作的一个记录 这是什么呀 不要再不要再看我的非主流历史了 你们没有这样写过字吗 所以这些是什么 瑞赵磊 我要问下一位嘉宾的是 你买赵磊的专辑了吗 如果你买了 我送你一张 我演唱会的文章 如果没买 你买一买好不好啊 啊 你演唱会的 那半年 我演唱会的